新北市國三生命案 涉案的乾哥乾妹 上個月十二號遭到羈押禁見 相隔二十七天 兩人被依殺人罪起訴 這期真經全國的案件 發生在去年十二月 當時這名乾妹到隔壁班找朋友 不埋名男同學說 他不是這個班級的 要求他離開 一氣之下 找就讀同校的乾哥幫忙出氣 乾哥進到肇事理論 一言不合 拿出身上彈簧刀攻擊 受害男同學松醫急救之後 一度恢復呼吸心跳 但幾天後還是宣告不治 字字句句都是心痛 被害少年的家屬 當時就希望法院 對涉案的兩人訴審重判 並肯求法官給殺人者 和教唆者應有的刑罰 新北地院少年法庭 法官十度開庭調查審理 認為兩人涉嫌犯下最親本 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 考量情況符合少氏法 犯案時也已經年滿十四歲 三月雙雙才定移送地檢署偵辦 如今被殺人罪起訴 不過乾哥乾妹兩人 羈押其未滿 還不會立刻移審新北地院 檢方表示將儘速整理 全案刑證之後移由新北地院少年法庭 進行審理 TVBS新聞這麼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